他被学术界称为天才 他究竟有着怎样令人惊叹的成就 而成就非凡的他 为什么在人生巅峰时期 却选择了出家 是为情所困 还是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 又或者是看穿了人世的浮华 李淑彤出家之谜 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很多人都知道 民国有四大才女 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作家张爱玲 她的为人高傲是素来有名的 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 她都不放在眼里 但是呢 她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 我从来不是的 至少在红衣法师的寺院围墙外 我是如此的谦卑 问题来了 红衣法师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在她的面前 甚至在围墙外面 素来高傲的张爱玲 怎么就没了半点高傲 有的只是满怀的谦卑呢 那么问题的答案 看完咱们今天的节目 您就明白了 红衣法师俗名李淑彤 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 生于天津一个官宦富商之家 他二十文章精海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历史上这位牛得不能再牛的牛人 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他跑到杭州陵尹寺剃度出家 从此成为了红衣法士 此后的二十四年 他苦心向佛 精言绿学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终成绿宗第十一代士族 为什么会这样 三十九岁 人生最为巅峰的时候 李淑彤居然放弃前半生创造的 所有的繁华 顿入空门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百多年来 这个谜题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 对于李淑彤出家的原因 可谓是众说纷纭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哪一种说法最接近 他成为红衣法师的真实原因 这第一种说法 说李淑彤出家 是他经历了大富大贵 大起大落之后 对人生境遇的觉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李淑彤的人生 开头咱们说了 李淑彤出生在 官宦富商之家 当年他们家主营 盐业和钱庄 是当时来前最快的两个行当了 所以他从小的生活 那是花团锦簇 忠名鼎时啊 七岁起 家里给他请老师 全都是天津哪 最有名的名士 不差钱 十八岁结婚 李淑彤获三十万家产 另立门户 他选择奉母客居上海 那个时候的他 凭借出众的才华 不仅二十文章精海内 更与一众好友是举杯腰跃 浅真低畅 成为享誉户上的 卓士家公子 后来留学日本 潜心学艺 凡音乐绘画戏剧 无所不尽 可以说从出生到留学回国的那三十余年 俗世当中的李淑彤 享尽人间富贵 出尽青春风头 然而 一九一一年 也就是他留学回国的那一年 他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 这一年 随着国内发生巨变 他家的票号倒闭了 数十万家资 化为乌油 一九一二年 他不得不告别灯红酒绿的上海滩 应聘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 从此成为了功心义足 那段自食其力的日子 生活过得很艰苦 一九一七年 他的弟子刘志平在日本留学 因为学费没有着落 李淑彤曾经写信安慰他 在信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 每月薪水一百零五元 上海家用四十元 天津家用二十五元 年节另家 自己食物十元 零用五元 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也就是每月所欲二十元 可供刘志平继续留学 从信中可以看到 早年在上海千金买销的豪举 已经成为过往 一去不复返 后来的他 仅靠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 还得精打细算 可以说 那个时候的李淑彤 人生道路跌到了低谷 而就在这期间 有人研究发现 当时的李淑彤 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之余 有一个习惯 他经常一个人到西湖的茶楼品名 或者经常独自去胡心亭喝茶 注意了 当年的西湖是一个极其冷清的地方 跟今天的西湖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当年的李淑彤 为什么喜欢独自一个人喝着清茶 面对西湖清冷的山水呢 有人认为 像李淑彤这种早有惠根的艺术天才 在经历了人生如梦的巨变之后 他肯定是要细细思考人生奥秘的 人们常说经历了大富大贵 大起大落的人最容易大彻大悟 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这样 所以才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才有了贾宝玉最后弃家离世 跟随一僧一道远游的身影 根据这种说法 李淑彤之所以出家 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历经几年的沉思 终于大车大悟了 有人还通过研究李淑彤 在杭州期间所作的歌曲 尝试着解读他内心的变化 比如《尝试歌》 歌词是这么写的 看今朝树色青春 奈明朝落叶凋零 看今朝花开灼灼 奈明朝落红飘泊 为春雨秋其待续细 感岁月之不拘 老然然已将到 上青春之常事 有人认为歌词中所谓 今朝树色青春 今朝花开灼灼 李淑彤指的就是当年的大起 而所谓明朝落叶凋零 明朝落红飘泊 李淑彤指的是后来的大落 后两句 赶岁月之不拘 上青春之常事 则说出了他对人生的失落感 又比如著名的颂别 么iten乃读裙 深夜天 Yi's so much 不担我 字幕说 准小 思est 爽 人生 有点 滅 宋别这首歌之所以传唱百年而不衰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配合原本那种曲调的精美的词枣 它的内涵能够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么这首歌是李淑彤什么时候创作的呢 1915年 正是李淑彤在杭州任教期间 那我们知道以宋别为主题的诗词呢 自古以来有很多呀 比如说李白的福云游子义 落日故人情 王维的劝君更及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还有王博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王长林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湖 这些都是著名的宋别诗 所不同的是呢 这些诗都有明确的宋别对象 而李淑彤的宋别 这是写给谁的呢 学者研究史料 没有找到明确答案 所以有人认为 宋别这首歌应该解释为 它是李淑彤感悟人生的一种觉悟 是李淑彤用无所明指的象征 在心中 向朋友 向家人 向这个俗世繁华 告别 这是他告别红尘 气势出家的前奏 经历了大富大贵的人生 人间珠般快乐 都已经领教过了 感受过了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所以李淑彤看破红尘 归隐佛门 可事情是否真的如此呢 有人不赞同这种说法 认为这种解读啊 太过片面 也太过狭隘了 为什么呢 咱们下结束 曾经偏偏少年的他 殷河客居上海 那个时候的他 终日品名举备 好不快活 却为何说自己沦落天涯 杭州任教几年 忽然选择顿入空门 是为情所困 还是境界升华 半世繁华 半世僧 李淑彤出家之谜 江西卫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对于李淑彤的出家 有人认为是他经历了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的觉悟 而对于这种观点 有人认为太过于狭隘了 为什么呢 这里必须来看看李淑彤 几个重要人生时期的表现 一个是少年时期 他曾在诗中写道 人生游四西山日 富贵终如草上霜 诗中的悲凉陈欲 显然与他富家公子的身份 和青春少年的年纪 是不相符的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呢 因为自打懂事起 朝廷就日渐腐败 国家危如雷软 尤其是一桩桩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让他是心痛至极 所以他又写了一篇 管仲燕子和论 在那篇文章当中 他提出 希望有管仲燕英一样的 改革家出事 来重振日渐衰退的中华帝国 挽救鸡贫鸡弱的祖国呀 李淑彤第二个重要人生阶段 是他客居上海的时期 他什么时候去的上海呢 1898年10月 那么为什么去上海呢 这跟当年著名的 戊戌变法有关系 说来也巧 就在他写下管仲燕子 和论后不久 戊戌变法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的李淑彤啊 和无数有识知识一样 倍感鼓舞欢心 以为改变国家命运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然而却没有想到 这场变革 仅仅支撑了103天 便黯然收场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下令抓捕违心志士 短短几天时间 即为违心骨干 或流亡海外 或血剑刑场 这样的结局 让18岁的李淑彤 发出了 北方是以无可为的痛心之态 于是他便南迁到了上海 注意了 客居上海那段时间 从表面上来看 他确实过了一段 整日呼朋唤友 举杯腰月的快活日子 但是谁又能说 他不是因为对朝廷的失望 而一时的逃避呢 来看一张老照片 这是他在上海期间 城南文社里 关系最好的五个人 因为秩序相投 他们五个人 一劫金蓝 成为了兄弟 而对于他们五个人 李淑彤有一个特别的称谓 叫天涯无有 为什么用天涯一词来取名呢 因为对于朝廷失望 李淑彤自愈 自己是沦落天涯 事实上 这种诗文相对 品名举杯 逃避现实的生活 李淑彤啊 并没有过很长时间 1901年初 他北上探亲 当他看到八国联军的铁梯 刚刚践踏过的北方大地 到处民不聊生 一片残破景象 他不由得悲愤交加 在写下许多感慨诗篇之后 他突然感到 纵使诗文再好 终究不是旧王之道 为了增长精识之用的本领 李淑彤报考了上海南洋工学 成为了特班学生之一 正是这段时间 李淑彤不仅自己研习西学 还开始用新知识 新思想来引导社会 启发民众 1904年 他和棉沙大王 木偶初等人一到组建互学会 开设免费补习班 面向广大贫苦大众 推广音乐教育 有名的学堂乐歌 就是李淑彤那个时候创立的 而且在当时 学堂乐歌可以说是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一件事 1905年 因为美国肆意践踏华人权益 强迫清政府续签中美华工条约 结果在上海 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抵制美国运动 当时无数热血青年 唱着李淑彤所写的祖国歌 慷慨激昂地站在 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线 后来由于朝廷干扰 他不得不离开南洋公学 不就选择留学日本 他为什么决定学习西洋话呢 他希望做一名将西方文艺理念 引入中国的践行者 以文艺舒适 以美 遇人 留学回来之后 恰逢中华民国成立 他又倍感振奋地投身 太平洋报 他为的是以笔为刀 支持民主革命 向大众传播新思想 新言论 从以上这些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从少年到青年 李淑彤心中所念所想 并非只有他自己 他其实一直将 家国命运揉进了心里 而这正是有人认为 说经历了大富大贵 大起大落之后 李淑彤看破红尘 所以出家的观点 太过狭矮的原因 那么 不是因为人生大起大落 让他看破红尘 李淑彤又是因为什么 而皈依佛门的呢 有人曾经提出过怀疑 说李淑彤的出家 可能跟情感有关 怎么回事呢 少年时李淑彤 曾经喜欢过一个叫做 杨翠喜的名灵 可是这个杨翠喜 不久之后 却嫁给了有权有势 又多金的王爷 这让李淑彤备受打击 这个时候 母亲为他相中了 门当户队的 余姓富商之女 应该说李淑彤当时心里是不情愿的 可是他是个孝子的 不想让母亲失望 于是18岁那年 他遵母命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他和妻子之间 有的只是婚姻 却没有爱情 后来留学日本之时呢 他遇到了一个叫做 雪子的女人 两个人又相爱了 在一起度过了几年的 甜蜜时光 后来李淑彤回国 雪子跟着他来到中国 这也就是李淑彤在给弟子刘志平的信中 会有上海家用和天津家用的原因 那么这跟他出家有什么关系呢 李淑彤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 对待感情呢 他同样认真 然而现实却让他无法面对 首先妻子温良公谦 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事 他却情之所至与雪子相爱 从内心来说他对不起妻子 其次呢对于雪子来说 他们虽然很相爱 可是因为他已经娶妻 不能再给雪子名分身份 从内心来讲 他又对不起雪子 所以有人认为 回国后的几年里边 虽然李淑彤紧力 维持着上海和天津两个家 但是他的内心可能备受煎熬 不排除一种可能 那几年他逃避过挣扎过 但是始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而唯有出家才能让他的内心得到解脱 而持这种观点的人 还摆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李淑彤剃度出家之后 他的妻子得到消息 不远千里赶到杭州 在寺院外哭了一天一夜 求他一见 可是李淑彤不为所动 始终不见 后来雪子也曾求他回家 他也是不见 那么李淑彤剃度出家 真的是因为他要摆脱情感的煎熬吗 李淑彤后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里边虽然提到过他出家 有一些家事的原因 但是字里行间的淡然 却让人很难相信 情感的困扰会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不是情感问题 还有什么原因 会让他在鼎盛之年选择顿入空门呢 这位是著名的画家风子凯 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漫画家 他是李淑彤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 二是精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 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 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而后他形象的把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 就住在第一层 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 锦衣玉食尊荣富贵 孝子慈孙 这样就满足了 这也是一种人生观 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 在世间占大多数 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 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 或者酒居在里头 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 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 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 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 即所谓知识分子 学者 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 人生欲很强 角力很大 对二层楼还不满足 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 这就是宗教徒了 之后他又说 我们的红衣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 红衣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 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 他早年对母尽孝 对妻子尽爱 安住在第一层楼中 中年专心研究艺术 发挥多方面的天才 便是迁居在二层楼 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 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 言戒律 这是当然的事情 曾子凯先生还做了一个比喻 说做人好比喝酒 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 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咸淡 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 而文艺好比花雕 宗教则好比高粱 红衣法师酒量很大 喝花雕不能过瘾 必须喝高粱 所以他认为红衣法师出家 是由艺术升华到宗教 这是一种很当然也是必然的事 不足为怪 这是封子凯先生的观点 那么对于红衣法师出家这个百年谜题 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您的观点 到咱们经典传奇抖音号留言讨论 今天节目就暂时说到这 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建成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